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就是我們剛剛有提到 OneNote有提供一個就是所謂的 瀏覽器的擴充工具 那這個部分其實對老師在建立自己的知識的時候很好用 很好用 那應該老師目前主要用的就是這三種 Google的 火屋的 還有Sufferry的 只有一個沒有 給我IE IE現在沒有人要理他了嘛 我以為自己都不想要了 7月29日WINS上市 對不對 老師如果是使用正版的軟體的話 應該最近都有收到通知嗎 他要你免費升級 他有提供你優惠一年內免費升級 看你要不要上鉤 醫院者上鉤啊 要當保安所先來 好 看一下 那我們這個東西為什麼 因為我們剛剛講那是訂閱別人的知識對不對 跟你自己做筆記嘛 可是你要建立自己的知識的時候 我問一下老師 平常數位學習平台 我們的學校數位學習平台 你有沒有去過一個地方 叫做開放文件 老師有來過這裡嗎 還是每次都只進自己的研究門而已 研究大門 進去都鎖在裡面 從來沒來外面看看這個世界是長什麼樣子 這樣不容易啦 開放文件裡面其實我發現 有很多老師有分享一些資料 有些可能是不得理 因為他的學生來自四面八方 那用開放的比較快 但是呢其實您可以進到這個開放文件 點進來 你會發現有兩個人的 很多 一個就是那個陳宏勝老師 一個就是我 很多 因為其實 老師我不知道 你現在有沒有在用我的最愛 你有在用我的最愛嗎 蛤 有喔 你有愛很多嗎 蛤 每個 看到這個也愛 看到那個也愛 愛完就打入武功 從此不曾靈性過對不對 蛤蛤 不曾跟他在聚首嘛 因為很多時候 你因為我的最愛用的太厲害了 所以到時候就是 要找資料就問Google比較快 你就懶得去找 因為你也沒整理嘛 就算你有整理 有時候也 也不知道那個連結 到底還在不在啊 好 所以 呃 像陳老師他也是蠻喜歡分享的 所以他 我發現他有很多那個 像你看 邁向卓越教學的五道錢包心技巧 對不對 他有分享很多 那除了是自己的 其實很多 我們看跟同學分享的 是不是有可能是來自網路上的資料 對不對 那這時候 你說 欸我 這樣然後進到我們數位學學學校 我的首頁 對不對 然後 欸 好 教材區我就來增加一個教材 然後把那個 內容就 COPY貼上 COPY貼上 老師你哪有這時間 哇 我好佩服你喔 你怎麼可以這樣 這麼厲害 哈哈 因為你光分享這些 是不是要分很多 那今天如果你有 欸 賈德老師您上了三個課程 四個課程 你就要勤好一點 什麼叫勤好一點 這邊弄好了對不對 然後呢就進到別的課程 然後到上課教材 連結 對吧 大家就這樣用的吧 連結連結完了 像我有用那個活動的話 我就再把回到看哪一個屬於哪一個活動 我再把它連進來 有沒有發現我要點好多次 應該蠻累的啊 對啊 保守點久了也會累啊 那所以呢 您可以搭配這個所謂的什麼 它的那個 擴裝工具 其實您把 OneNote當作一個就是 好像我的最愛上知識來整理 其實也是一個不錯的 反正不見得說 一定要用在 虛偽學平台上 您幫助自己學習也可以 你看我把它裝起來 給您看一下 好 我就把它先裝起來 OK 增加進來 好 那麼如果您裝完了之後 您會發現 在右上角這裡 有沒有多一個 這個OneNote的符號 好 在這邊 就這樣子 那這裡我就可以關掉了 所以呢 如果說 欸 您發現了 假設我們今天 我找看看 啊 好了 雨後交揚 不小心怎麼會有這個呢 哈哈哈 好 假設你要找這邊 欸我找這個維基百科 好 那 如果你覺得這個值得跟同學分享 我就來這邊按一下囉 來上面這裡 來上面這邊按一下 好 那你可以選擇 你是要加入目前的分頁 還是說 欸 有 有些老師可能 你是開好幾個嘛 我通通一起找好了 一起加入 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好 我 假設我就先用上面這個 加入這個分頁就好了 所以我就來這邊 好 加入分頁 欸 他馬上就跑到我的知識裡面 有沒有 我看我的知識裡面的 是哪一個主題 主題我們就講所謂的分類啦 好 好像資料夾那種概念 對不對 我們 我們那個 我的資料夾也有資料夾的概念嘛 好 我就把它放到哪邊 欸 欸這個是屬於參考的文章 那 我這邊就發佈 勾起來 那麼我只要在這邊按了儲存 我那邊就看到了 欸 就這麼簡單 這樣有沒有發現收集掉快一點點 對吧 我 我現在弄進去了 你們看一下 好 我進來之後 我們來這邊 進到知識 我剛剛是放在參考文章 在這裡 好 好往下走往下走 應該是參考文章 好看到了 有沒有看到已經進到這邊來了 對不對 那麼 我今天呢 如果說我今天上課想要引用它的話怎麼辦 就從這裡來 比如說在這裡 我想要引用成為我的任務 好 研習資料 點一下 欸等一下 點旁邊 我要編輯要點旁邊 我從這裡 找到我剛剛 在這裡 我有一個參考文章 好 參考文章裡面 剛剛 這裡 好 我就可以拿在這個課程裡面來用了 加入 好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現在這個有沒有 就進來了 這樣就進到我們裡面來了 對啊 那上課就可以用了 你也就不用讓老師在Copy貼上 Copy貼上 反正那也不過是別人網路上的資料嘛 當然網路上的資料有一種風險 就是什麼 有可能會不見對不對 所以如果說老師您 覺得 這樣子有一點點風險的話 可以怎麼辦 搭配兩種方法 一個 來我們來看一下 你加入的同時呢 我來編輯一下 這個 編輯 我回到這邊來編輯 其實加入就可以做了 只是我現在來這邊 您可以看到這裡 有沒有叫補充教材 就是在這裡 我們剛剛很單純的就是 我放在這個主題裡面 然後呢 名稱它的連結 進來了 那 當年類型這個沒有問題 這是網頁 那這裡有補充教材 也就是說 如果您怕說 這個資料會不見 或者說 您覺得 我分享這篇文章的時候 其實有一些我的想法 你可以放在補充教材裡面 那麼同學在看的時候 他可以一定看到 可以一定看到 這樣 您了解這個概念了 所以 如果 您怕這篇文章不見 也可以 比如說 你把它 存到我們的這個 雲端硬碟上 那我再從這邊 插入雲端硬碟 因為它支援 這裡 有沒有 這個是插入雲端硬碟 它支援Google的 跟那個Drawbox Drawbox 所以如果 你想要 做雙重保險的話 你就可以從這邊 再把它弄進來 對對對 假設這個教材 對你來講比較重要 如果只是一般參考資料 那有沒有都沒關係 就跟我們放那個 YouTube的影片 給同學看一樣 有些影片字會被檢舉就不見了 或者使用者自己刪掉 但是 你只要在Google一下相同的主題 網路上還是一堆 反正很多人 會 會 會做這個副本的動作 所以 如果你的 是比較 開放式的資料 其實 倒是還不用太過擔心 不用太過擔心 所以 老師有沒有發現 這樣我們在整理這個 比較容易 你看在這邊 我們剛加入的時候 就像這樣 加入分頁 其實你也可以在加入分頁的時候 就直接在補充教材裡面 就直接做了 有沒有 我剛才是先弄進去嘛 對不對 可是 您在加入的時候 其實就先做 弄好了再按儲存 這樣是不是相對比較快 這樣你可能要再做整理的時間 就 又少很多 又少很多 所以這個是 我們利用 第一個 OneNote 您在這個 附加工具的時候 您在整理資料的時候 會變得方便一些 那第二個呢 您裝了這個擴充工具之後 可以像我剛才講的 有那個功能 什麼功能 筆記的時候 可以把畫面抓下來 我們剛 沒有安裝這個 它是 做筆記 塗鴉的時候 是不是只能在上面畫而已 對不對 那您看喔 在這邊 如果說我在這邊 用這個學習 好 像我們這裡 其實我們今天簡報 我一直還沒給各位看 哈哈哈哈 就一直給它講下去的 好 比如說 你看我在這邊塗鴉 點一下 它會把這個畫面拆下來 好 這樣有了 那麼 你這樣可以看到 在這邊 有沒有 那 我先把畫面稍微縮小一點 你可能這樣看 比較 比較 有看到下面的 有沒有 在這邊 那我按送出 您看一下跟剛剛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這個就是你做的筆記在右手邊 有沒有發現畫面就有抓下來 筆記也放在上面了 對不對 所以 它利用就是搭配所謂的擴充工具的這個 這個方式呢 讓你的 筆記功能可以比較強 好 所以等於它 那擴充工具有兩個作用 一個是幫您加入所謂的知識用的 另外一個就是幫您做筆記的時候 比較方便 比較方便 好 所以這個是我們 現在呢 看到在one note裡面 第二種 大概 幫助老師呢 去整理所謂的教材啦 這樣的一個途徑 這樣老師有沒有什麼問題 有嗎 這個一定是回去才有問題的 因為你回去用的時候 你再試看看 理論上來講 這個擴充工具應該是還OK啦 那 等一下呢 我們會給各位看一下說 啊 那你在one note裡面 要怎麼建立知識 好 啊怎麼建立群組 那這之間怎麼要去互相引用 好不好 好 來